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戒备地看着电梯口 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 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 是李姐的儿子宝宝 他睁着无邪的大眼睛 怯生生地看着我 小周阿姨 你看到我妈妈了吗 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 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 我咬了咬嘴唇 将南瓜饼递给她 乖乖回家 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 她让你在家等她 不要给任何人开门 那我一是妈妈敲门呢 宝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 我吓了一个寒劲 想到了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 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 妈妈 妈妈有钥匙的 会自己开门 你哥乖 先回家啊 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 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 眉眼里含笑 趁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后 又开始担心 自己把食物分享给宝宝 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 然后一命呜呼 群里再次发来消息 可惜现在回应的人寥寥无几 亲爱的业主们 规则更新 家里也不一定安全 请提高警惕 因为贪吃鬼会假扮你的亲人 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 看着这条规则 我一脸莫名其妙 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规则是相矛盾的 到底哪条规则是假的 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 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 我的心跳如同雷鼓一般 可我妈四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 我做了你最爱的鸡公跑 妈妈咧嘴一笑 还是从前的模样 我踉跄着往后退了两步 惊恐地看着她 这丫头 傻了吗 赶紧进来 妈妈说着扭头进了厨房 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 饭菜很快上了桌 是又焦又糊的味道 妈妈漆黑的眼孔注视着我 清白的脸上露出了僵硬的笑 我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 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 我有东西 拉在房间里 我猛地转过身 走向卧室 然后锁紧房门 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 在我慢慢地恢复理智后 突然想到那两条矛盾的规则 那就说明家里是安全的 那条规则是假的 就在这时 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 她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 丫头 锅里的肉要凉了 冰冷的风从我脸上刮过 我瞬间清醒过来 拿起床头的镜子朝它照了过去 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烟叶声 夺门而出 屏住呼吸关上门后 我瘫坐在地上 想起刚才的经历 还是一阵后怕 我把刚才的经历发到群里 群里陆续有人回应我 并诉说着自己刚刚的经历 真的是五花八门 隔天一早 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就送来了 我穿上小镜子 马不停蹄地去了超市 采购了一天的食物 我每分钟都提心吊胆 因为窗外不时地 就会传来惨叫声 不知道他们触犯了哪条规则 我担心自己踩雷 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 发现我给宝宝食物 并没有违反规则后 我每次去超市 都会带些他喜欢吃的食物回来 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上 带我敲五下门后离开 他在开门拿 直到第四天 在我刚从超市出来时 脚底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摔倒在地上 怀中的食物也散落在地上 一时间周围多出了很多人 把食物都抢走了 我坐在地上十分无助 突然发现人心真的比贪吃鬼还可怕 业主们的心态渐渐崩了 开始有人在群里抱怨度日如年 期盼着第七天赶紧到来 看着他们的留言 我无奈地苦笑 终于熬到了第七天 业主群里发言的人越来越少 下午 我坐好防护下了楼 一溜烟钻进了超市 买完东西刚准备结账时 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 我顺着声音看去 还没等反应过来 有一双手直接把我推倒在一个男人脚下 怀里的镜子也摔碎了一地 我抬头望去 那个男人手里提着一大袋鲜肉 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他是贪吃鬼 这个认知让我紧张的嗓子发干 手心里全是汗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 贪吃鬼喜欢吃肉 如果遇到危险 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 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 他心虚地瞟了我一眼 面前的贪吃鬼一步步靠近我 周围的人也四散奔逃 我恐惧地向后挪 眼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 就在我以为自己即将死掉的时候 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我 阿姨 跟我来 是宝宝 宝宝一路拉着我来到了超市后门边的厕所 然后果断地锁好门 门外传来疯狂的杂门声 我将宝宝用力搂在怀里 阿姨 不要害怕 他们进不来的 宝宝的这句话 猛地让我想起了那条规则 超市后门边的厕所没有锁 可以借用 老板不会责怪 我惊讶地看着宝宝 他怎么会知道这条规则 阿姨 给你看个东西 宝宝起身把马桶盖费力地拿了下来 然后举到我的面前 马桶盖后面竟然写着一条新规则 超市厕所是除了家以外 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 厕所也是安全离开小区的唯一出路 宝宝 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诧异的声音都在颤抖 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 都是妈妈带我打败怪兽 提到妈妈 宝宝的眼睛沾满了泪水 看到孩子眼里的坚毅 我确定他没有说谎 我赶紧拿出手机 在业主群里发布了这条消息 我们有救了 赶紧来超市的厕所集合 我还把马桶盖上的规则 拍了照片发进群里 群里很快有人回复了我 不要相信他 他在说谎 他想引我们过去 对 我亲眼看到贪吃鬼抓住了他 看着一条条质疑的消息 我的心里有些难过 门外依旧喧嚣 我捂住宝宝的耳朵 告诉他一切都会变好的 夜幕渐渐来临 我和宝宝又饿又困 在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 次日 我醒来时 身边围满了人 他们没戴防毒面罩 也没有穿防护服 一位消防员模样的叔叔 问我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你们俩真是福达命的 这话什么意思啊 消防员告诉我 昨晚麻吉小区二丹园 发生了特大火灾 除了我和宝宝 其他人都丧生火海 我满脸的不可置信 紧紧搂住了宝宝 我们真的活下来了吗 在他们确认 我们与火灾无关之后 就放走了我们 我带着小宝租了个房子暂住 天气预报报道 7日后有大雾 请各位市民做好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